从邮件的讨论串里面剥离出来 变成是一个在Web里面非常方便的一个讨论的过程 这样的一种抽离 使得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工作流 变得更加的规范 有效 而且有趣 因为很多人就会在GitHub上面发表情 或者说点赞 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过程 而且的话呢 有了Pull Request之后 随着这个关联的工具 就是说当我发起一个PR 然后就会触发一个CICD的过程 然后这个CICD的话呢 是可以挂载到GitHub之外的这个其他的工具 因为GitHub的开放性 使得这样的一种开源的开发生态就形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 基本上是这个SVN 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转向Git 现在绝大多数的开源项目都会在Git上面 其次的话呢 是CodeReview不再依赖于这个 原始的那种邮件列表 而是有特定的工具支撑 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 很多团队会非常注重GitFloor 或者是某种Workfloor 围绕着 我要创建三个分支 五个分支 然后我的分支之间的命名规范 分支之间的合并的规范 形成了一种工作流的模式 还有就是CICD以及随后产生的DevOps 这些都是开源社区的一个工作模式的演进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开源社区之所以非常非常的繁荣 它还会有另外一个从生态层面来看很神奇的事情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包管理工具 比如说操作系统级别的包管理工具 或者是RPM 或者是apt-get 或者是什么别的 还有呢就是编程语言的包管理工具 比如说RubyGames Pype 或者是NPM 这些各种语言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包管理工具 还有就是跨平台的 跨语言的环境构建与共享的工具 以Docker File为代表 这样的三类工具 其实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 它把人的经验 变得可以被记录下来 可以被分享出去 分享到别人那里 可以被再次地执行 而且这些经验 它从一个.txt的格式 变成了一个.exe的格式 它变成可执行的了 这样的一种可重用可分享的经验 它的底层是互联网加包管理工具 通过这两样东西 使得一种可以分享的生态得以成立 那么从企业来说 企业就会问一些问题 说开源社区这么繁荣 开源项目这么多 这么好 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他们通常会问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 开源社区的精神能否引入企业 我这里会说使得企业更有活力 因为这是写在PPT上的 为什么企业会更有活力 因为这个企业内部会变得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愿意互相交流 它的员工也更愿意 一方面是走出去 一方面是在外面也学到新的东西进来 第二个疑问是 开源社区的研发模式 工程工具是否能够被企业所采用 所以我们华为公司才会 邀我过去做内源 其实就是想把开源的东西 引到企业里来 第三个疑问是 要想在公司范围内实现这个代码的可复用 可以从开源社区借鉴哪些经验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看到的那种 包管理的基于可分享的经验 这种模式 其实在很多很多的企业内部 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差 大家都是在各自的部门里面 写自己的代码 每个人都不知道别人在干啥 也无法分享 也无法复用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华为的进展是这样的 就是我从2013年进华为 然后到现在 华为内部有一套内源社区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的用户数 大概有15万人的样子 然后呢我们公司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月份发了一个文 就是公司级的文件 说我们要推行基于 Commit的社区化的Code Review机制 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也就代表着整个公司范围内 开始认可开源社区 加Commit这样的一种协作模式 第三个进展是现在还没做完 昨天还在跟他们吵架 因为大家想法不一致 就是开源代码 我们要有一个中心的仓库 因为我们会从外面的社区 拿很多很多的开源的项目 和开源的代码进来 但是我们又会做一些修改 这个时候呢 这些开源的项目会在公司里面 被不同的团队 被不同的项目所使用 但同时又会被他们 以各自需要的方式所修改 那么之前的话呢 是他们各自拿代码 然后各自改 然后各自用 这样很危险 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 会把这个开源项目 改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会建设一个 开源的中心仓库 把所有的代码 全部集中起来管控 同时我们也要监控 每个开源的项目 被什么团队 用了什么版本 打了什么补丁 这些我们都要监控起来 这个是正在做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希望的是 围绕着这个开源中心仓 使得所有公司级的团队 对于同一个项目的修改 能够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社区 他们可以交流起来 反过来我们可以讲 另外一个故事 不是另外三个故事 就是企业的研发场景 对于开源社区 也是有启示的 不仅仅是说 开源社区就是先进 就是好 然后企业只需要学习就可以了 企业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 是跟保护分支有关的 最早的时候是有一个平台叫GitHub 后来有一个开源项目叫GitLa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GitLab 这个平台最早的时候 它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我要做一个开源的GitHub的克隆版 但是这个开源的项目呢 很多企业会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去用 一旦用了以后就发现在企业内 Folk是一个很奇怪的模式 为什么你要在企业里面 Folk出其他的项目 为什么不开一个新的分支就可以了 于是呢 很多企业就会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只用一个仓 但是不Folk 然后呢 在分支和分支之间发ProRequest 于是呢 大家就会发现 那个接收代码的那个分支 太容易被人破坏掉了 于是GitHub最早就创新了一个 GitLab就创新了一个叫做保护分支的模式 然后上次那个GitLab的那个 有一个他们的产品经理跑到华为来跟我们交流 那时候他非常得意 他说你们知道吗 GitHub抄我们的特性 然后他们现在也有了保护分支 然后 当然我很高兴 因为我们也在抄他们的 我们也有了保护分支 这两个截图就是 所谓CodeHub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那个产品的名字 我们也会有保护分支 我们会很详细地说 这个分支是否允许管理员直接提交代码 是否允许管理员点击合并代码 是否允许普通的开发人员提交代码 会管得很细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会有开发分支的管理 比如说这一个分支 如果所有的review的人都已经点过 OK 就是looks good to me 然后 就会点 他就会自动合入 这个勾如果勾上的话 这个分支的和平请求 就会自动地被合入进去 或者如果很多人说这样不对 直接打叉 然后这个分支的和平请求 就会直接被关掉 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些小的探索 那么这些探索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最开始它是企业需求 然后慢慢地发现 这个需求做出来以后挺好用的 说不定社区也能用上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其实是CICD的故事 最早的时候 有一个敏捷软件编程当中的 有一个流派叫做XP极限编程 他们会非常推崇 叫测试驱动开发 后来呢 他们就做了一些尝试 叫做持续集成 然后这其实很多时候 在开源社区是不讲究这个的 开源社区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玩这个持续集成 但是企业会非常重视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企业重视完了以后 他们的工具是用的是 开源社区的工具 很有意思的一个 从Hudson最后到Jekkins的 一个演变 这个故事就不讲太长了 反正后来Jekkins就几乎成了 这个持续集成领域的王者 但是没有完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因为这个GitHub起来了以后 有另外一家公司叫Travis CI 他做了一个跟GitHub的一个 持续集成的一个绑定 以一种开放平台对接的方式 来做这个CI的工作 到后面GitLab就把这个 CI的功能给抄进去了 现在的话呢GitLab和GitLab CI 是两个紧密集成的产品 是一个套件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GitLab的官网 会看到的是 它号称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 代码托管平台 它会说它是一个 全生命周期的DevOps平台 所以GitHub又开始抄他们的东西 就出了一个叫做GitHub的Actions 也是一个持续集成的工具 而且是内置在GitHub里面了 所以其实这时候 Travis CI就会比较惨 因为他原来挺好的 现在就是官方自己做了 同人就没戏了 所以这是一个CICD的故事 CICD的故事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就是持续集成和持续构建 持续发布 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企业的需求 也是企业在这方面 有最多的探索 但是这些探索后来 被开源社区所理解 所应用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开源项目 也在密集地在使用CICD的过程 第三个故事的话呢 是看板的故事 看板其实也是 从企业的这个敏捷实践来的 很多企业的看板 还有很多开源的看板 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是有一本书 叫精益软件开发 然后去讲看板管理流程 那个时候 大家的所谓的看板 都是自己在一个墙上面 贴一些小纸条 那就是看板 当然后面就出现了电子看板 就出现了一些 开源软件 其实还有意思的是 GitLab曾经有一个功能 叫GitLab Wall 就是最早最早的看板 但是这个看板的功能 做得很烂 然后他们自己也觉得烂 所以就到2013年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个功能 给移除掉了 就不完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看板的需求是不存在的 直到有一家公司叫Trillo Trillo出来了以后 大家就会觉得 原来看板可以做得这么好 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Trillo其实它并不是 给开源社去用的 Trillo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面向的是一些 非常非常的宽泛的需求 但是这些需求 一旦这个产品原型 做出来了以后 Trillo这是一家商业公司 它的东西并没有开源 但是借鉴它的团队就出来了 比如说GitLab 后来重新有一个功能 叫GitLab Board 它也会重新做一遍看板 然后那个GitHub 也做了一个叫Projects 也是一个看板 那其实都是从 从这个Trillo借鉴来的 还有四分钟 好 这个图就是那个 GitHub的Projects的样子 已经做得挺漂亮了 虽然可能比Trillo还差一点 所以董洁是这样的 首先我的理解就是说 一个团队都是由人组成的 人多了以后就需要管理 管理复杂了以后就需要工具 而糟糕的工具会把人变笨 所以我会非常的喜欢 研发工具这个领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领域 如果研发工具做得烂的话 就会给所有的人造成痛苦 然后研发工具的创新的话呢 其实它同时来自于社区和企业 社区创新的气质 往往是天马行空的 就大家就反正是草根嘛 反正乱来 说不定会搞出什么新东西 但是它做出来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偏简陋的 因为它只是随便搞一个原型出来 很难看 很简陋 但是很有意思 企业创新的话呢 通常是偏商业价值的 就这东西要能卖钱它才能创新 它才愿意去创新 但是一旦它开始卖钱了以后 它可能会越做越复杂 所以它可能会偏繁琐 这两边是需要互相借鉴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的是 社区的创新和企业的创新 能够双方的交流 能够日益的频繁 这样的话呢 两种研发模式 两边的研发工具 也会越来越像 也会越来越好用 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汇报 也是我对于这两边的这个工具的一些思考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林旅强 然后在开源社群里面 很多人外号叫我强哥 OK 然后呢 我原来是在那个中央研究院 就是在南港的那个中央研究院 做这个自由软体相关的研究 因为当时有个组织嘛 叫做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OSSF 中文叫自由软体铸造厂 那我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从事各种开源相关的研究 后来呢 就是有机会就到了大陆去 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呢 我在那个 就我们联合了好几家公司 就是当时我在一家小的startup 然后联合了好几家公司 然后去做了一个叫开源社 其中开源社当时有像是微软开放技术 还有csdn 是中国最大的开源的那个bbs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ubuntu 这个ubuntu 优奇林 就ubuntu keyling 是那个中国国内的一个分支版本 ubuntu的版本叫ubuntu keyling 然后还有像我当时任职的公司叫gitcafe 是一家做代码托管服务的 那以及呢 还有一个叫gnome Asia gnome大家可能知道是一个桌面 Linears的桌面环境嘛 所以当时就一起组织了这个叫开源社 那开源社经过了1.0 2.0 3.0 就是我们组织上有一些调整 现在呢 开源社就是一个 它不是只限制中国人 而是所有人 他只要愿意投身的人都可以去加入 就是说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开源社这个组织 然后我还剩三分钟 我再讲一下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组织这个开源社的track 从白天 就是从一整天都在这个会议室 就是因为 我自己身为台湾的开源人到大陆去之后 也做了很多事 我发现在大陆的开源界没有人知道Cose Cup 没有人知道台湾的开源界发生了什么事 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大陆的跟我们很像 我们看开源就直接看美国的嘛 就是说美国那边怎么样 或者说Ruby社群可能看日本那边怎么样 不会互相去看 台湾也不看大陆 大陆不看台湾 那我觉得其实两岸都是华人嘛 就是说可以 华语沟通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借鉴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code 那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大陆 也不知好歹的去介绍一下G0V之类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呢 不是说要他们去落实G0V的精神 而是可以拿G0V的代码 就是说G0V写了很多东西 对 你不要喷水 对 我们的讲 对 这个我就仅代表个人 不代表开源社 就先这样 所以这个 我也觉得说大家很多可以互相借鉴 那尤其在技术的这个领域 是不分国界的 所以这个才是我希望带很多大陆的朋友来 然后我自己也是CostCup 从09年开始都参加 到现在已经第11次了 中间也担任志工什么的 本来去年我是希望能够作为赞助组的其中一员 就是说我去大陆拉赞助 后来发现一个事情 在大陆是拉不到CostCup的赞助 因为没人听过 很简单 根本没有人听过 就像我举个例子吧 我跟台湾企业区要中国开源年会 这样的一个赞助 他们也没听过啊 一样 所以我觉得 要先让大家互相认识起来 赞助那以后台 说白一点 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邀请了 20几位的这个大陆的 都是开源人的精英 然后过来 那当然中间有少数的 可能因为这个自由行签证不行 或者是因为香港机场的问题 来不了是真的有 但是经历了一些千辛万苦 总之大部分还是过来了 好 那我的时间呢 还剩一分钟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下面 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议程呢 从十点钟开始呢 就是先讲是由这个 目前任职于华为的这个装表委 来带来这个开源运动与软件开发 这样的一个题目啊 那其实我也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第一个要安排他 因为首先装表委呢 跟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而且长期以来 虽然他现在华为 我忘记自我介绍 我现在也在华为 我在华为上海 对我在华为上海工作 做的是华为云 AI开发平台这一块 那他在华为云是做软件开发云 我们是一个大部门 但是不同的产品 那我会邀请他来是因为 他之前很早的时候 就在这个大陆 非常知名有一家 盛大创新院 就盛大这个做游戏的这个公司 在做 然后他也是Java社区 Ruby社区的一个早期的一个 就是投入很多 OK 所以这个这次找他来 是因为他在华为里面负责 一个内源平台 就是说每个公司都需要 类似GitHub的东西 但是他不会去用 不一定会去用GitHub 所以他会分享一些 他在这个开源的一个运动 还有公司怎么去看开源软件 然后如何去使用开源软件 在公司等等的 反正有各种的想法 其实我建议他就是说 先赶快把它讲完 然后大家有点时间可以互动 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互动 我们会在今天的下午 有一个议程 我待会跟大家讲 今天下午有个议程 因为讲师真的来不了 他香港机场 他的飞机被延到明天 所以那议程只好取消 但取消我不想浪费这个时间 所以我仍然会邀请开源车的朋友们 就在这边跟大家就聊一聊 那如果今天下午 那个时段没有办法来 我看一下几点 电脑不是我的 反正我待会再跟大家讲 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位叫力气膨胀 Linux Tars这个项目的 我找一下 因为这个议程太多了 几点 对Mark上了 上次好 对对对 他那是几点钟 对他来不了 他从香港飞来不了 对他没跟你讲是不是 你们不是同事吗 好 反正大家看那议程 有一位是善志豪 讲的是Linux 有个项目叫Tars 对对 那个议程就现在没有 就没有内容 所以我们仍然会在这边 大家可以自由地交流 各种东西 好 我已经占用到装表会 一分钟的时间了 所以无论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先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装表会 给我们这个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就得站在这儿是吧 还是说有一个遥控器之类的 那我就站在这儿吧 谢谢大家 其实这次能够来台湾 非常的幸运 之前那个Richard跟我说 说来不了不要紧 我有Plan B 什么你可以远程网络跟他们聊 我其实当时 对 就我当时在想 我才不要什么Plan B呢 我最好还是要能过来 对不对 这边这么多好吃的 要是吃不到太可惜了 这个演讲的内容 题目太大了 当时也是脑子一热 就起了这么大一个题目 其实只是想讲一个小问题 小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开源的领域 也会用到很多的开发工具 在企业里面 也会用到很多的开发工具 我就想探讨的是 这两种开发工具 互相之间会产生些什么样的影响 就很小的一个题目 我的背景是这样的 我在97年的时候大学毕业 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 就已经换了六家公司了 这六家公司里面的话呢 我做过程序员 做过项目经理 也做过CTO 那个CTO下面管两个人 加我是三个 所以名字叫CTO 所以这都算是做过 研发和管理的工作 然后到了2009年到2012年的时候呢 我就加入了盛大创新院 这个时候我就 这已经是第七家公司了 在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也只存在了三年 因为我工作的九家公司当中 有四家还是五家都已经倒了 也不能全怪我 然后我在盛大创新院的时候 就是做着开发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去研究 作为一个企业 如何去吸引和影响外部的开发者 如何去搞好开发者之间的关系 然后到了2013年 我就加入了华为 为什么我会加入华为呢 因为我在搞开发者关系的时候 就会从公司里走出去 经常跟外面的社区打交道 说白了就是花公司的钱 交了自己的朋友 挺爽的 然后就在社区里面 就认识了很多人 然后人家也知道我在做社区 然后华为就把我找过去 但是找过去的原因也很奇怪 不是让我在华为做开源 而是让我在华为做内源 因为华为的老板的想法很神奇 他觉得开源就是一个 让人愿意为他的项目免费开发的一个事情 然后很划算 如果能够把开源的精神引入到公司内部 那么让很多员工很愿意免费义务地为公司打工 就很划算 所以我就去做这种事情 是有直播 所以说话要小心一点 已经晚了是吧 没关系 已经晚了 不过华为同事应该看不到 在墙外了 所以太好 那就没事 后来呢 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但并没有离开华为 所以就换到了软件开发云 软件开发云呢 它也是在做这个代码托管 就是我在做内源平台的架构师的时候 是在做代码托管 然后在做到软件开发云呢 又是在做的是一个面向企业的 就比如说如果你有一家公司 但是你不想把代码放在自己的公司里 你比较信任华为云 你就把代码放在华为云上 就这样的一种 面向企业的代码托管服务 所以这个经历很神奇 就是我会从开发到管理 然后从企业到社区 然后从社区再回到企业 后来然后又从这个企业 再回看社区里的各种现象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那我在华为做内源的经历的话呢 主要有三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的话呢 是步道师 我会在华为公司 大概有八万多的研发人员 然后在国内的话呢 有八个研究所 然后我就会每年去跑这些研究所 然后在各个研究所里面做演讲 做步道 主要讲的有这样三个题目 一个就是讲开源的逻辑 就告诉他们开源是咋回事 通常会介绍一本书 叫做《大教堂与集市》 我最成功的一次是 有一个很大的部门 这个部门的主管听完了以后 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大笔一挥 说给他下面的每一个主管 买一本《大教堂与集市》这本书 然后就一下子卖出去一百多本 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第二个演讲的题目呢 也是我们的华为的领导 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华为是一个 非常强调管控的一家公司 它非常强调一种复杂的 严密的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流程 他们就想不通 说在开源社区 为什么开源软件的质量 也挺好的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我就给他们讲这个 里纳斯的这个法则 就是眼球越多 看到的人越多 代码就越少 这样一个逻辑 第三个题目的话呢 讲的是 开源社区的演进 开源社区是怎么协作的 这个等下一页的slide 我会更加详细地讲 主要是介绍的是 开源社区的工具变化 和文化演进 但是为什么要在内部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为了在内部洗他们的脑 有的 来 请问 当你们这么多的部门一起在做 在用开源的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没有 不同印象的需要修改 那从每个部门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KPI怎么看 我不懂这个软件需要修改 和KPI的关系是什么 从每个部门的角度 他有在根据他们的优需求 然后在做的管理 当他这个管理的需要 他需要改变的功能 别的部门就混在一起 那他怎么去管理自己的 开发 是这样 我们分两部分说 第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内部平台 我们会做API 我们对内也做API 然后呢 方便他们可以以API的方式 获取自己的数据 然后把这些数据拉在一起以后 他们自己出报表 我们不能帮他们出报表 因为太复杂 每一个团队的需求都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那个平台在公司内部也是开源的 我们本身的平台也开源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做PR 然后呢 他们会把自己的需求直接就是说 以PR的方式提上来 我们觉得好的话就融合进去了 所以后来那个平台就会变得 慢慢的比较像大家想要的那个样子 我现在说的是对内开源 对内开源 内部有一个开源的社区 会大家一起来改那个本身 工具本身也是开源的 有没有问题 请问 谢谢 您好 我想 刚刚提到一个保护 的事件 我想 问一下 就是我们 在做一个 公司 会有一个 标注就是 尽量一个 公司 就是做大量 事件 所以一天内 它可能会有 数十个 公司 公司 和大小 但是 负责去 确认 对 review 这个 它可能 并不是可以马上 说一个 公司 在 它就马上 这句话在我们那边 就是 committer会称为团队的瓶颈 对 因为它来不及 来不及 就得加人 就是这个团队 有一个committer比例的问题 要有个比例 不不不 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内部 在gitlab的基础上 我们加了一个功能 是从garit借鉴过来的 garit不是可以打分吗 就是给一个 给一个 那个提交的changer set 做加一分 或者减一分 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规设置 就是说 你这一次的和平请求 一共要得到 比如说超过五分 或者超过三分 你才能够合入 在这个时候呢 任何一个人 最多可以加两分 普通的开发人员 最多可以加一分 然后呢 当你 当你发起一个 和平请求的时候 你就会找团队里面的 其他人 除了那个committer之外的 其他人 也帮你来review 如果他觉得不错的话 他也加一分 然后分数到了以后 就可以合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鼓励 团队里面更多的人 不仅仅是 那个有合入权限的人 还包括其他人 也来看待嘛 也来加分 就是这是通过工具 来让他们来做 这个加减法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人要问吗 请问 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经验很难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吧 公司想做的事情 是公司的利益所在 而社区想做的事情 我必须把它解释成为 这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这需要一种套路 这种套路就是 我说对 这个东西 确实不是你现在想要的 但是这个东西 对你长远很有好处 如果我能把这个故事 给说圆了 他们会信 那么他们就 慢慢地会听我的 但是因为短期 是看不到好处的 他们不会听 所以你只能给他 讲一个远一点的故事 然后也许能够 说服一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再次掌声 谢谢庄表 谢谢